这里是已经竣工的一套别墅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里边的效果是怎么样 对建房这一块 老百姓无非就是想着经究耐用 美观 舒适度 还有抗震等级 各种造型 我们重缸别墅 完全满足他们这一些要求和条件 这后边房似乎跟孩子结婚用的 当时盖房子我选择了很多 犹豫了很长时间 是盖新房是用砖魂呢 还是买房 后来我有朋友介绍 从网上也看 我选了这个重缸别墅 这没有什么变动 就这么已经准备加工成型了 是吧 我叫杨和顺 来自河北邯郸 我从事装配式重缸 监政别墅研发生产建造 2008年5月12号 文川地震 我单位组织这个震后的建设 我参与了 当时看到现场传统的房屋 倒塌的一片一片的 我就想着怎么能让老百姓住上更结实 耐用又漂亮的房子 我从斋区回来以后 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 一次O1的机会我们单位接到一个工厂的建设 他们用的就是重型缸结构 在设计当中 它也是达到国家的标准的 一次我就在想 怎么能让这些缸结构 用在老百姓的这些房屋 既结实又耐用 还得漂亮 然后我就开始找这个与重缸结构配套的这些有关材料 后来找到这个中国建台研究院的专家 把这个材料呢 对比了一下 然后这个材料既能防火 又割音效果好 又抗震 然后我们就想到用这个重型缸结构了 这就是我们那个重缸结构的结构体系 酸接以及柱角板与地角螺串的连接 加强金板的展示 和这些墙体 那个墙体拼装是平整度高达三毫米之内 为后期的装修带来快捷方便省工省力 重缸别墅有很强的环保性 工厂化模块生产 现场拼装式施工 减少了粉尘和污水的排放 钢结构可以达到100%的回收 重复利用 其他的材料高达80%以上 重复利用 在安全性上 原来老百姓住的砖混结构 它的抗震等级最高只能达到8级 而我们的钢结构呢 已经9.9级了 钢结构的设计 和一些轻质的外墙体系 形成了一个网状的建筑 维护墙体主要是用于 扫量的水泥和60%的粉维灰 这个粉维灰和水泥到一块以后 更衣效果好 防火抗震 在地震的时候 不至于砸伤到人和其他物体 钢结构到现场以后 它是螺酸拼装 包括楼板和屋面板 外墙体系都是模块化拼装 施工相当快 比传统结构 接送出三分之二的时间 这种装配式重钢建筑别墅呢 私立范围非常广泛 像这些文旅项目 旅游景区 农村住宅 办公楼 学校 医院 以及这些厂房车间等等 都可以使用 这身后的房屋是我家的 因为那个老母亲都年纪大了 我就是选择给他建一套房 在这近郊建一套房 建来又有的旧意条件啊 或是买东西啊都比较方便一点 建这个房啊 我也是忧郁了很长时间 传统结构 它这个比较慢一点 思来思去 选择了这个重钢房屋 第一建的时间比较短 其次呢 它这个房屋建出来非常漂亮 美观 抗震能力比较好 比转动结构也要好得多 也是这个房屋的发展趋势吧 我认为 一丝住行一样都不能少 从主辈的草房 副辈的土坯房 到现代的瓦房和小洋楼 现在呢 想用国家的号召 装配至重钢别墅 形成了一个潮流 江浙一带 湖南湖北 河南河北 云桂山都有我们 装配至重钢别墅的影子 装配至建筑 国家的支持和扶持 老百姓追求的完美舒适度 坚弄环保 抗震 以及个性化 私人定制 未来 装配至重钢别墅 能为全天下的老百姓 创造一个美好舒适空间 进入写中的地步 我们下期待 到此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